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阿贝拉雅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现在全球各大媒体都在纷纷的造势 各大世界主流媒体的头版头条 全都是中国国内目前发生的这个白纸革命这件事情 那么很多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造势 各种各样的添油加醋 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分析 然后阅读量也是非常大的 那么在全球的各大社交平台上 也是大规模的转发播放 以及这个基本上勒搜前几位全都是这件事情 那么现在在世界各地 它正在形成一股浪潮 也就是说在英国法国跟荷兰 它的这些中国领事馆 中国的大使馆外围 全都是举着这个白纸 在这里搞这个闹事 这个要求共产党下台 要求习近平下台 这股势头呢 估计会持续一段时间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新闻背景 白纸革命 英法和民众上街 声援乌鲁木齐 中国外事馆 呛习近平下台 中国长期实施疫情清零政策 引发民众机缘日深 近日乌鲁木齐市 一场住宅致命大火 更引发过度防疫的抗疫浪潮 多地出现民众上街示威 与此同时在英法河等外国 也陆续有民众上街 声援乌鲁木齐及哀悼 这个罹难者 根据李老师 不是你老师的相关推文可看到 包含法国巴黎 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 英国伦敦 爱尔兰首都都布林等地 都可以看到民众聚集 悼念 罹难者或是高举白纸 媒体消息指出 在伦敦的中国大使馆外 更有民众距离齐寒 习近平下台 共产党下台等 据指其中多数为中国的留学生 也有人举着乌鲁木齐中路的标志 所以说 这一次浪潮 主要就是中国的这些学生 在海外的留学生 还有在国内的这些 有50亿所高校 参与的这一次示威 和这样的活动 在高校里面 也是要求习近平下台 这个配方太熟悉了 这不就是1798 964吗 我说过 王丹还做出五点批示 对吧 这个配方太熟悉了 尤其是又是什么 清华大学带头 对吧 所以我说过这些年 你看清华大学 在全国20项 它作为一个理科学校 清华它是搞理科 北京大学是搞文科的 你看清华大学 全国20个重大的工程项目 它只占一个 剩下的全是 什么西北工业大 哈尔滨工业大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或者其他这些 蓝州大学 这些学校 你看清华它有啥 没有 因为我说过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 我们等会再来做分析 我们再来看这个新闻背景 那么 中国人抗议习近平政权浪潮 这个是法广的 所谓的蔓延大江南北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坚持 坚决清零不动摇 终于把人民逼向了死角 新疆十日人在火灾中 遇难成了引爆全民抗议的导火索 在乌鲁木齐民中 25日罕见的走向街头抗议后 26日晚间 上海人喊说习近平下台 这个星期天 中国的抗议朝已向大江南北蔓延 他这个话有点太夸张了 主要是自己做中心的城市 中大型的城市的那种 老外比较活动多的那些地区 像我们上海像这个所谓的这个法族界这一块 它就是等于说是有一些这个殖民时代的那种烙印 武汉它也是什么 汉江 也是有一些这个 就什么老外街啊 这一块 就这一块 就你去看 包括在成都 现在的望平街 也是这种自由主义思想极其顺行的这种地方 武汉它也是 我一看 别人跟我说武汉闹事 我说武汉是不是汉江啊 就是那个汉江街那一带 因为那地方它也是 它有好像有这个武汉外滩吧 就这些东西 北京的亮马桥那更不用说 那使领馆区我靠 对吧 使领馆区 很多它的使馆里面的人都有的人都出来 包括你看这种闹事的地方都有什么BBC的记者在现场 阴间锐镜 你看那个 我记得有一张照片是这样拍的 警察 上海警察站一排 一对男女站在当中间 他这个照片 他蹲下来往上这样子拍 给人感觉好像 好像是他们好像不怕这个暴力机构 就这样一种感觉 然后呢 这个 星期天晚上 上海市民再次聚集乌鲁木齐中路 悼念新疆火灾死难者 并且为26日被警察抓走的民众打抱不平 愤怒的民众高喊警察放人 网络流传的一个视频显示 人群中一名女生领读了在北京四通桥上 彭立发喊出的不要和三要吃饭 不要疯狂要自由 不要谎言要尊严 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领袖要选票 不做奴才做公民的诉求 人群随后一起高喊霸面习近平 习近平下台 习近平下台 反应的记者现场观察到 这座2500万的人的大都市中心挤满了密密麻麻的示威者 与大批警察对峙 这个其实又有点夸张了 他现场大概也就千把个人是有的吧 但是你说密密麻麻到人数到多少万 我就觉得这个有点夸张 他没有这么多人 那么几个小时之前在同一个路段 一个广播传播的视频显示 广泛传播的视频显示 示威者告爱习近平下台 共产党下台 警方在凌晨驱散的示威者 但是在周日下午成天上百的民众再度 同一地点集合 记者注意到 在上海市好几处十字路口 一些示威者手持白纸抗议 白纸象征的被禁言的愤怒 2020年香港民众抗议当局期间 也有不少人举起白纸抗议 今天晚上 许多上海市民开始在 淮海中路 复兴中路 长乐路 长舍路 安抚路 五原路等处聚集 这里面很多人不是上海市民 你要记住这一点 就是大家知道 淮海中路 复兴中路 三浪路 五原路这边 它就是原来法国租界区这一带 就是这一带 这一带是很多大量的 那种假洋鬼子聚集地 就是在这一片地区 所以现在你叫我去那个地方 我算是都不愿意去 因为你只要周末 你看到的都是 或者平时你看到的人 都有点奇形怪状 跟我在法国 巴黎看到的那个白左游行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 就是那人几人 就是那样子 所以说我就觉得 其实我当时心里面 我都有感觉 我说可能有一天 我说这种地方 这种思想你不管空 这种地方你不给他管空的话 遭遇一天他肯定会闹事情 包括在成都 我一直都是 老兵一直都说的 我嘴皮子都磨破了 我一直都说 我说成都那地方你要管 不管你看那边 都在干些什么屌事 对不对 太夸张了 对吧 你成都你这些年 发展这个亚文化 对吧 这些亚文化 平时看似人出无害 就他们自己 就圈子一搞 但是这些东西 它都是政治工具 到了一定的时候 它就出来搞你 所以说 还有包括这是高校 我看看 我们继续来看 那么在北京周日 清华大学 大约上千名学生 聚集抗议 他们喊出民主法治 表达自由的口号 人军中 因为女生高声喊着 从今天起 不再为公权力口交 众人齐声 响应好 当晚 在北京市民 喜欢散步的亮满河畔 也出现人潮和警察 一些示威者 手持白纸 表达抗议 另外一些民众 则在河边上 放鲜花点了浪烛 向乌鲁木齐火灾 罹难者致恩哀 法新社报道说 许多 社交网络传播的视频显示 在北京 在南京传播学院 众多的学生走出来抗议 在西安 广州也爆发了抗议活动 在偏然的云南大理 周日晚间 数十人 有的弹着吉他 有的手持白纸 有的带着狗 唱着国际歌 在街头游行 所以说呢 现在呢 这个一看 对不对 你看这个 我看到好像有五十一所 这个高校 在搞这个事情 对不对 这不就是又一次 这个学 又一次这个学潮吗 在高校里面 对吧 这些学生 尤其是你看 清华大学这次带头 所以你看清华大学 这些年 出的都是些什么人 包括还有那个北京大学 对吧 天天都是出一些 不三不四的人 那些什么教授 那个什么的 今天说那些 不三不四的话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 中共啊 在大学里 你设这么多党支部 党管一切 你这个说句实在话 有点不太到位啊 管了这么多年 怎么他们还在这个里面 在这样子反抗呢 最终的问题 出现在这个教材身上 教材身上 大家知道吧 你不要以为说 能教设教育部的那些教材 什么读教材 没用 你要知道这些读教材 就上次 人教师这个读教材 他在十年前就已经开始用了 十年前 八年前呢 那正好 对吧 在2012年的时候 正好是 十年前正好是那些学生 就是这一批大学生 他们搞抗议的这批大学生 当时是他们在用这些教材 他们在上小学 用的这些教材 你不要以为说 这些图片对他们 没有影响 身心没有影响 早就在他们心里面 种下了 啊 给你的那一套 每天就是少年先锋队 啊 什么共青长元 这一套 他早就开始产生这个 啊 辩证看法 跟怀疑了 所以说你这种问题 这种敌人 被渗透 在这个教育 教育系统当中 啊 是多么的可怕 对不对 但是你所以你看 不要以为说 啊 我们现在查处了 把这个教材给他改了 但是在十年前 已经对这些人的心理 种下了啊 恶之花 所以说再说说 哎 我们一个大学 这个教材就是有问题的 你我们 很多学校里面 学的这种文科的东西 都是西方的 西方的哲学 你没有自己 东方的这些东西 对吧 而且你说你学的这个 就是说 这个这些 学这个马列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 它也是西方的 所以我一直都强调 我说中国 我们要有 我们要民族伟大复兴 我们要一切回归 中华民族本身 要拿我们传统的东西 拿出来 对吧 还有就是说 要带动这种流行文化 在学校里面 这些小孩 啊 他们很多都是受 那些日本的那种文化 美国那种 那种流行文化 包括台湾这种地方 日韩这些文化的这种影响 尤其是他们 更容易接受这种 颓废的这种文化 包括你看在清华大学 那个 对吧 像狗一样 在街上爬 玩里 围着一圈 都是从这种学校里面 开始出来的 所以这些年 你说这个清华大学 我一直以来都对清华跟北大 我一直都进行这个 都进行这个批判的 你这些年 你搞出来啥玩意儿 反而是这种乱七八糟思想 反正也是出一出一大把 反贼 对吧 不是北大的 就是清华的 这种教授 他的这些教师队伍都有问题 你看当年那个08宪章 签署有多少年 是这种北大出来的 什么夏严良这种的 对吧 所以说 所以说这种学校里面 他的这个教育 我们是要进行改 更改的 而且是尤其是 警方教育系统的这种渗透 这些都是我们这些民族主义者 真正的爱国者 所担忧的 对不对 我们不能够这样子 你像上次那个 任教授这个事情 你处理的哪些人 抓几个在台面上的小丑 出来顶包 没用 你要 你要下死手 下狠手的去 这个打击 这种系统 所以说你看 今天你现在对学校里面 五十一所高校 在这里闹这种事情 对不对 你派在座的这些党支部 在在在在在里面 他们平时在干些什么东西 他们平时有作为吗 上次中纪委去调查这些高校 也发现 这学校里面 中国的高校里面 现在基本上就都在倒江湖 对不对 中纪委都做出这个通报了 但是我们整改的没有 所以他这种思想 包括我们的这个国家安全的这种 思想 很多我们国安能源 我们的这个特务特工 基本上都是在国内的 对海外的世界不太了解 不清楚这些思潮 全球这种自由主义左派 这种思潮 这种思潮 这种变化 跟它的危害性 就好像我一直讲 我说成都包围我们上海 有些地方 我说要管管管这些 齐装 齐心观众思想 对不对 国安 是要是要去管控这一块的 他们 你看起来他们平时 好像他们搞自己那些东西 关键时候 你看到 一旦看到你 对吧 在国内 尤其是为什么上海的这种事情 会在乌鲁木齐 人民群座走上街头以后 他这边也开始出来了 马上就出来 要让你打倒习近平 在新疆的 咱们的同胞 他的抗议是因为觉得 这个防疫是不合理的 地方防疫不合理 不是对抗你的中央 东台清零政策 他觉得地方防疫不合理 对吧 而且封了这么久 说实话 谁封三四个月都受不了 我当时在上海 我封两个多月 我已经 已经能力 已经开始挺躁了 体积挺躁了 说话都已经应声应气了 对吧 这个 都一样的 在上海的这些 对吧 一线的这些公务员 也是受不了 我自己好多同学 包括好多战友 退伍官 都是在这个公务员系统当中上班的 在这些 基层工作的 他们也都受不了 对不对 大家都受不了 但是我还是认为说 有怀疑的就是 这些核酸检测公司 到底在这里面干些什么东西 对吧 我也是产生一定的怀疑 对吧 你像我 亲戚的那个楼里面 他们都不下楼的 也阳性了 这个阳性怎么阳的 很烙人飞 说那个 真正是那个楼下的 但愿楼 拿那个铁链子锁起来的 我认为这个也是不合理的 对吧 但是那个能差是怎么阳的 我不清楚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传言 就是说 这些检测公司有问题 而且这些检测公司 好像越开越多 很多的资本都进入到了 这个行业导义中去了 对吧 资本它 一定是 追逐利益最大化的 对吧 也有很多的网友在这讨论 就是说 我们就是 这个医疗 这个资本化 确实是一个问题 确实是一个漏洞 让这些人钻了 所以说 我们可以看到 我刚才说的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说 平时你去 这些 中国经历这些白朵阵地 武汉的那个什么 汉江 汉江街 四川的望平街 上海这个 所谓的以前 法书界这一代 北京廖马桥这一代 这些的 这些就像什么 这里面就像 他们那些像 祖安咖啡馆一样的 这里面 他都在交换了这一种 白朵这种 这种思想 中文人与中国人之间 都说的 英格雷虚 在这个里面 待着 就是说 他一定会在 你新疆这样 人民 群众 他表达自己的诉求 对封城 对 这个 长时间封控不满 他们的 是 人民内部矛盾 而这些人 他马上会利用这种 马上就起来 平时你觉得 能处无害 他们好像就 互 对 对 那个对吹 或者拿一根棍 是吧 两边这样子 两个女的拿一根棍 他两边 搞那种东西 对吧 你觉得他能处无害 但是他 你看 关键时候 你看到没有 这些地方 他就是 对你影响是最大 对你危害性是最大 就这些地方 对吧 这些才是真正的 害群之马 所以你看 这边一搞一下 这个事情 一看就是什么 山姆大叔在背后指挥的 不然的话 欧洲多地都在搞这种东西 而且都是你的 这些留学生 而且你这些留学生 很多都是你的 这些高校里面出去的 对吧 而且大部分是学文科 学艺术 尤其在欧洲 他都是学艺术的 所以在你的整个 这个艺术圈 本身艺术圈 它就是白左的一个 中心的一个阵地 代表任务谁 鲍勃敌伦 60年代的这种 白左这种思潮 代表任务就是 获得08年 我觉得好像是08年 还是几几年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鲍勃敌伦 他就是 他就是这一切 这种白左艺术的 这种 灵魂能物 有的就是绘画的形式 学艺术的形式 包括我在我朋友圈 因为我朋友圈 人数也比较多 我惯常这次 喜欢转发这些事情 喜欢转发 或者说是这种 抗议带有反动 这种口号的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都是在艺术圈混的 广告圈 艺术圈 设计圈混的这些人 他喜欢转发这个东西 他喜欢对政府表达不满 因为他认为 他们要的那种社会 就是像法国那样的 或者像台湾社会那样的 你七星怪状的人 都可以大油大白 在马上上面 随意的 就像那种白左大游行 很多在海外的留学生 甚至有在我们 民族正线的网友 我们的小老弟们 我们民族正线的 其他的小老弟们 在海外就告诉我 说我们那地方 比如说有一个小老弟 他在澳大利亚的帕斯 澳大利亚第四大城市 对吧 一个不切的一个城市 在那里最近在搞 彩虹大游行 他有的另外的 中国的学生跑过来 跟他讲 说哎呀 这个东西 哇好棒啊 我好喜欢这个东西哦 对不对 这个东西 他都是什么 他就对他潜移默化 把他给潜移默化了 然后他认为 你就是什么 你就是独三 关键这一次在上海 25号新疆那边 冲击市政府 这边26号 上海就开始这边喊 这个反共的口号 习近平下的口号 现场还有的高喊 我们声援一郎的妇女 我们声援一郎的妇女 哎 你这个不就是等于说是在 一盘大棋 就等于说是在中国也好 在伊朗也好 在世界各地也好 在世界杯 卡塔尔世界杯的现场也好 全都是他们阿拉伯的 在这里什么 大规模的在这里联动 它就是一场政治运动 由山姆大叔 主导的 由美西方主导的一场 又是一场 新的一场 一种阿拉伯之春 对吧 包括他们现在对卡塔尔的这种 打击 对吧 说什么人权问题 打击这个卡塔尔 制裁这个卡塔尔 是吧 制裁伊朗 制裁这些中东这些国家 就是说 但凡是这样的 具有右翼倾向的这种 这样的国家 比如说由右翼政府执政的 其实习近平系统 它也算是 这个 属于是比较右 右的了 不是说我们按照过去 政治公司来讲 是左 不是 因为是强调 民族 这一块 所以这个它一定是什么 你当你强调民族 强调这个右翼 强调这个 网右的这种思想 保守的这种思想 就是他们这些人的 敌人 就是 等于说 我们 是他们的敌人 他们站在我们的对立面 他们就是会去搞这种示威 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 背后啊 他们的动机 和背后这一套逻辑是什么 所以我们才能对阵 对阵下药 对吧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你平时这些东 这些人 你一定要 啊 了解他们 就是 我就知道这些人 他一定是会反动的 他一定是 他一定会 会是发生这种事情 我说我在上海 这样两种 在北京或者在成都 或者在武汉 都是这样的 武汉连成 对吧 在武汉 你这次闹事情 不都是这些 对吧 就是 武汉 它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民众 它的这个 要封控的 就是解封的这个诉求 一伙呢 就是这帮人 他夹杂在 就得说寄生在 就像那个鲨鱼 底下的那个吸盘鱼啊 像那个吸盘鱼一样 吸在 正常的啊 表达自己诉求的 民众的下方 来传播这些东西 他是啊 粘在一起 他故意的 他粘在一起 他来传播这种东西 所以为什么 我的节目 有些网友 包括 有些 非常非常保守的网友 就是告诉 告诉认为我 你说这个上海是敌我矛盾 这是不对的 全国都是敌我矛盾 这一点 咱们得谨慎 你没必要把矛盾扩大化 咱们尤其是做 这个自媒体的 我们一定要 相当谨慎的去 一定要告诉我们的 民族政协的战友们 告诉我们的民众们 啊 告诉我们的同胞们 什么是好 哪些是 他不是坏的 哪些他是坏的 哪些人里面有坏的 这个一点 我们一定要分割开来 一定要分割 分割开来 所以我就想说 这是过去一些年 他有一些问题 啊 比如说 我说过毒教材 这些大学生 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 平时他 你看不出来的 但是他 就是在他 幼小的心灵当中 那些毒教材 对他的毒害 很严重 啊 很严重 我们这个政府 说句实在话 一直以来 他也不是怕 他不是怕 怕批评 啊 中共呢 你批评他 他是会去 真改正这些问题的 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 一个优势 对吧 啊 所以这一点 我对中央政府 啊 对我们一些 比较负责任的 地方政府 比如像现在的 这个浙江省 对吧 他你看 因为那个浙江省 他是习近平的 基本盘嘛 所以你看浙江省 他执行中央的 动态清零 精准防控政策 相当好 没有高风险区 为什么他可以没有 高风险区 而别的地方 啊 有些地方 他就 他就 没什么能流通的 他就让有那么多 高风险区 这个里面 确实要弄明白 所以说 我对 很多的一些 负责任的地方 还是有信心 对中央政府 也是有信心的 其实这一次 在上海也好 在北京也好 在成都也好 这些警察 只是出动了警察 没有出动武装警察 说明这个情况 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但是有一点 我们必须要 现在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说 去对症下药 而这些民警 我个人在看了现场 也没有使用那种 只是说用擎打格斗的方式 把他们给摁倒 抓捕他们 没有对他们采取 暴力措施 没有在人群当中 放高压水枪 放这个催泪瓦斯 或者说用这种警棍 去拍他们 没有 这个我个人认为 还是 不想 当时也不想 让矛盾进一步的 扩大化 所以我也是认为 就是说 有些人抓了 把带头的 给他研判 抓起来 给他关起来 还有一些群众 如果说是一直冲动的 这些我们 教育教育 就给他放了 对吧 没有必要再进一步 激化 这个矛盾 关键还是说 现在有这个土壤 他们在利用这个土壤 我们怎么样 就是这一次 人家暴露出来 很多的问题了 那我们怎么样 去解决这些问题 这个是 习近平主席阁下 和这个中央的 领导干部 他们去思考这些问题 但是我们也只是说 多一个建议的渠道 对吧 好吧 谢谢各位 谢谢